鲜饱了 还是买的香 我告诉你啊 Yuppie 咕咕 雷兆明 食徒的小凯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呢 我是在山东青岛 青岛呢 是一个海滨城市 东陵黄海 有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 作为一个在法国 天天赶海的博主 来了青岛 怎么能不体验一下赶海呢 今天我们就看看 在青岛的海边 咱们能抓起来什么 看看我今天这个工具 老专业了 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一会儿来揭晓 这个水有点东西 这个水里还用走摩托车 太牛了 老哥 他给我用的这个桶是一样的 大家好啊 你好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们抓这个皮皮虾的 像皮皮虾的话 它是需要看什么洞吗 还是怎么样 对 皮皮虾它是有两个洞 两个洞 小木枝头那么大的两个洞 它两个洞相通的 对 咱用这个打气筒 然后给它打出来就可以 好 来 蹦一下 抓到了 抓到了 哇 这个皮皮虾长得跟普通的 有点不太一样啊 这个背上有一个黑点 还有这个尾巴 尾巴是花的 这是胶着弯本地的 胶着弯本地的 这个洞 看见没 圆啾啾圆啾啾的 这种洞里极有可能会有 来 让我试一张 出来了 抓到了 太牛了 我的天 我给它洗一下 你看它长得像个螳螂一样 看见没 还有两个眼睛 大哥说这是 胶着弯的特色 爬爬香 咱继续再找一下 这上面都是洞 大家你得会看 你看这海边上还有那么大的海螺 看没还挺漂亮的 拿回去也可以做那种装饰啥的 你们看 我又发现了一个洞 看这儿有个洞 然后你们看过来 这个应该是它的另外一个洞 试一下 出来了 又进去了 出来了 抓你小样 那么大一个 可以的 来洗一下 那么大一个 看 这味道肯定很鲜 像爬爬下的洞 它非常的圆 整个 就你其实能很好分辨 你看旁边这些孔都不是 咱试一下 诶 有一个什么东西 诶 有一个 有一个小虾 那不是爬爬虾 有一个小的 可以呗 这个是不是爬爬虾的幼崽 我去问一下大哥 咱青岛这边叫个 嘎巴尔虾 嘎巴尔虾 它只能长这么大吗 有大的 这个行 哦 好 大家看远处那条桥 是焦州湾跨海大桥 它连接青岛 黄岛和红岛 它是世界第三大跨海大桥 然后是国内的第二大跨海大桥 非常的长 据说好像是三十多公里 你们看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应该是海里的东西 也捏不碎 有点像珊瑚类的东西 我又发现一个大洞 来 我看一下 看在那里 水在那里 踹了 哎呀 一击致命啊 大的 哇 可以哦 你看它侧面像不像螳螂 它的前爪跟螳螂一样 看见没 它跟普通的虾长得不太一样 这个扎你一下老疼了 我告诉你 自学成才就在一瞬间 好吧 换一边 它其实是一个U形的洞 它不会到处乱穿 它不会像撑子一样 如果一边打不出来 你可以试试打另外一边 它有的话 一下你就发现了 没有 看这儿有个洞 已经被水浑了 赶紧插上去 试一下 在这儿 没有 抓了两只 抓不起来了 开始 大哥抓到一个大的 过来看 你看看这个长度好大了 漂亮 这个大 这个洞里应该有条鱼 有鱼啊 鱼都会藏在洞里吗 是 试一下 抓到了 抓到了 这是什么鱼啊 龙尾鱼 青岛这边当地叫过鱼 这是能吃的大小了吗 可以吃 可以吃 哦 好 大家看 这儿有一个小小的土堆 然后这下面有一个洞 这里边有可能会有螃蟹 我试一下 如果有的话 就是一个大螃蟹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没抓到 大哥来掏一下 大哥 有没有啊大哥 有 有 有 我夹半天没有 哎呀 它夹到我了 它夹到你了 嗯 夹到我这个洞挺深的 哦 拿到了 拿到了 哇 啥蟹 这叫个花盖 花盖 哇 不大啊 不大 它能长多大啊 这玩意儿 这种螃蟹长不了很大 长不了很大 看这儿有一个洞 看见没 很明显啊 然后试一下 看一下 在那里 踹了 踹了 这儿 哇 抓到了 哇 小的 又是一只小的 你看它速度好快啊 我要捏 你不上手快一点啊 直接就穿走了 这儿又有个洞啊 看一下它在哪儿出水 在旁边 抓到了 来 哎呀 看看它 缩的多快啊 这只大 看看 漂亮吧 哇 真漂亮 这个虾 我还没玩多久啊 看看我身上 啊 看看我的腿啊 全都是泥棒 哈哈 哈哈 大哥又抓掉条鱼啊 哇 又是刚才那个鱼是吗 叫啥来着 龙尾鱼 龙尾鱼啊 看没了 哦 好长哦 它尾巴 对 大家看你这个鱼啊 长得有点 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蝌蚪 呵呵 还挺大一条的 抓了两条了 到这儿 这些海鸥啊 老金贼了 你知道吧 它就跟着人走 它知道人在这儿赶海 会有一些鱼啊 虾啥的 没处队 这个洞很深啊 我已经能够把它处出来 看它那个浪标多高 我在这边呢 哎 踹了 哇 大的 哎呀 漂亮了 哇 直接就上了一个大的 你看它的屁股 那么大一个 我给你们展开来看一下 我手上有个小的 展开 兄弟们 看看它 这玩意挺渣的 看 漂亮吗 那么大一个 看 好多人赶了海 原来后面全都是 这位大哥抓的什么 潘满虾 那么大一头 哇 太厉害了 全是 哇 这大哥 大哥你这抓的啥呀 这大一个就抓的 蛤 爷 树 这抓的什么 蛤梨吗 生蚝 好 阿姨们都是去挖生蚝的吗 这个叔叔抓的啥 可以看一下吗 这个植物 哦 海螺 可以看一下吗 好 黑螺 还可以 哇 看一下 那么多海螺 漂亮 谢谢阿叔 我发现青岛人民也挺牛的 摩托车自行车直接开到海里去赶海 牛的 哇 这里还有那个蟹子 这么 这个东西 这么抓吧 对 这么抓 这个蟹很肥啊 好重啊 我买一个 看 这书抓的是吗 说你在海边抓的吗 海螺抓就了 嗯 这个说是在抄那个什么 饭店里要卖一百块钱一个人的 我要卖的 我教你一句青岛话吧 好 来说 青岛两大特产 嗯 嘎辣啤酒 嘎辣啤酒 来青岛 来青岛 挖嘎辣 挖嘎辣 哈啤酒 哈啤酒 对 挖嘎辣哈啤酒 哈哈 你要完全标准肯定不行啊 我又不是青岛人 哈哈 忙活了两个小时啊 这就是今天啊 所有的收获了 还挺多的呀 嗯 我估计我可能抓了 大概有十 十个吧 十个的样子 其他的都是大哥抓的 这个东西呢 在青岛啊 叫虾虎啊 它和普通的皮皮虾 还不一样啊 普通的皮皮虾 没有这个黑的斑点 虽然说咱抓到了那么多啊 但是啊 我觉得还是少了 咱去逛一下海鲜市场啊 抓不到就去市场买 呵呵呵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青岛的 不熙海鲜提示啊 看看 我后面啊 就是它的门头啊 咱进去看一下 哇各种蟹子 看看这大生蚝 比我手还大啊 乳山生蚝啊 还有海参 这长得胖乎乎的啊 这 各种各样的鱼类也非常多啊 你看带鱼 小鱼 这鳗鱼还可以 哪个小的啊 阿姨 一条 一条 一条够了 三十块六六毛 三十 好 谢谢啊 你感谢啊 还有帝王蟹 那么大的帝王蟹 哦 这个是那个松叶蟹嘛 哇 还有龙虾 有没有法国蓝龙啊 我告诉你 海鲜市场就是我的本命啊 太好逛了 而且特别的便宜 我再看看再买点啥 还有各种各样的鲍鱼啊 本地鲍鱼十元五只 我还费劲巴拉去赶海找这玩意儿 人家十元五只多划算 买了这么大一堆海鲜啊 今天呢 我们就要用青岛当地人的吃法 找个啤酒屋 把它加工一下 老板在这儿观察啊 怎么做 真十块 定于十五块 十块 大岛十块 然后这些批发小啊 什么的都只要除了 我们自己捞的 什么 爷爷我们自己捞的 啊厉害吧 拿一个吃 你吃 你吃 你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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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青岛的啤酒啊 有自己的喝法啊 直接拿桶 然后拿地儿来装 可牛了 哇看看 一大门 老铁们 震惊了 在法国可没有这待遇 看看这下面 生蚝蛤蜊 谢谢 谢谢叔 还给我拿 直接给我拿个桶来 直接装蛤蜊壳子 然后你看这边虾 然后这边虾耙子 还有这么大一个螃蟹 吃这个东西可还得有点讲究 我教你们怎么吃 咱先把这个虾头直接扒掉 咱就沿着这个边直接给它啃 就跟嗑瓜子一样 这是我摄影师青岛人 直接教我的 然后直接就开了 爽不爽 可肥了 我的天哪 巨甜 老铁们 咱再配一个咱买的这个鲜鱼 这鲜鱼也给的好肥 这家啤酒屋烧的也可以 有点辣分分的感觉 香爆了 再来一个生蚝 鼠山大生蚝 青岛人我都问了 他们比较爱吃完全就是这种清蒸的 就吃这个海鲜的鲜味和原味 很少用一些特别重口味的烹饪方式去烹饪它 鲜爆了 还是买的香 我告诉你 青岛海鲜是真咸一下 而且不是我吹 山东的这个菜量 我就点了一个辣炒原白菜 老板直接给我炒了一颗原白菜 欢迎好朋友们来请到哈啤酒吃嘎了 今天虽然说好多海鲜都是去市场买的 但是抓皮皮沙那个过程还是相当的有趣 好了 更多有趣 青岛视频 记得关注有趣 为周六更新 别忘了转明镜三六 拜拜